还要来关心立法院修宪委员会 39人名单出炉 民进党22个人是最多的 当中两席是李浪给五党籍的林长佐 还有台湾基金的陈伯伟 那么今天也是民进党通过 正常国家决议文的13周年 民进党政国会立委就提出了 完整的修宪草案 除了拿掉国家统一的字样 还要增定与台湾优先 参加国际事务 修改领土范围这些相关条文 同时也提议 像是国旗国歌国徽 又法律未接是另外要规定 大喊口号 民进党政国会立委几乎全员到齐 为的就是要在修宪时 推动国家正常化 在宪法增修条文前沿 拿掉国家统一 在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13周年这天 政国会提出讨论三个月的修宪草案 除了增定以台湾名义进行 涉外事务修改领土范围 实质废审 数位领域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等条文之外 国旗国歌国徽也要用法律未接规定 而立法院修宪委员会39人 一政党比例分配 时代力量和民众党分别是一人和两人 国民党14人 民进党最多有22人 不过其中两人礼让给五党籍的林长佐 和台湾激进的陈柏维 至于所有修宪提议 必须要有全体立委四分之三出席 出席者四分之三同意才能成案 还必须要有超过半数选举人 复决同意才算通过 最快在2022大选就可以复决 华氏新闻已经刚才的事件 台北报导